好 因為我們看到報紙就說有些醫生 是有些 但是我們知道有大部份醫生都好的 以前那些超過五十歲以上 傳統的醫生在香港這一班是好的 他在屋村 福利會 或者在教會的診所去做 他們那班人都是世家 醫療醫院比較好的 但是現在他搞了一些醫療集團 接著搞一些保險制度 這個就是美國的模式 是香港會沉淪的 再繼續下去 再來一些新移民 新移民據我們所知有些都被社工和村莫去看醫生 叫他們怎樣辦事 辦事就拿很多藥 很多藥就拿去藥房換奶粉 用藥來換奶粉再賣 有些社工教他們 香港的社工教他們 香港 我們知道的 另外有些醫生 他的保險制度是危險的 現在美國已經死了 現在美國在醫療上出事 因為我做醫生 我一定獲得到你的錢 我就扔上來扔你證 好了 他現在衰得怎麼樣呢 我們看報紙 我們好像叫了一個人 扔了一些資料上去蘋果報 很大的標題 他們串謀了一些發現所 譬如你沒有肝病 他說你有肝病 然後醫生就開肝病 肝病給你很貴的 這樣扔你證 其實你沒有的 所以如果社會去到這樣 是很嚴重的 你搞這樣的醫療集團 好 你講到有保險 你就大教訓 以為有保險什麼都可以 但他危險在怎樣 我有個朋友 他無端端都說 你照到有一點癌症 如果每一個人去照 都有的 因為我們人體本身有潛伏癌症細胞 你找個強的顯微鏡去照 一定有的 有呢 他有良心的 他說你暫時良心又怎樣又怎樣 如果他沒有良心的 一問你有件疏買的 就開你一刀 就算經過化驗過程 拿你出來搞來搞去 又化驗又行 搞到你很多錢 都還沒說做不做手術 他說他們忘記了 癌細胞各個人都有 他說有少許他變樣的時間 等於我們在內臟裡面人體 生了一個小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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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作腫瘤了 所以呢 他們現在去到這樣的環境 我當時說過癌細胞不是病來的 你當他的癌細胞是敵人 他不發惡 你都要照到他發惡為止 一照到他亂搞 原本沒有事便有事 所以